昨天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在成都接派 该中心的成立将推动更高水平的大熊猫保护 助力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 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是在整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家科研机构资源基础上 聚集全国大熊猫科研优秀团队 打造的大熊猫科研合作交流世界级平台 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的设立 就是要打造一个国际一流的科研平台 就将国内外所有的大熊猫的科研力量联合起来 针对圈养大熊猫野外大熊猫面临的科技关键问题 进行一个联合的公关 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 还成立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魏甫文牵头的 大熊猫保护研究学术委员会 和大熊猫保护国家创新联盟 将建设国家林草局大熊猫重点实验室 大力推动创建大熊猫等宾威动物保护 全国重点实验室 联合这个科研力量可以聚焦我们的一个科研关键问题 第二个就是它产生的重大的科技成果 也可以进行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推广 比如在我们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进行一个全面的推广 比如在我们的其他的大熊猫的保护机构进行推广 国家林草局 四川省林草局 成都市政府联合出资1.1亿元 以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为载体 设立大熊猫保护研究基金 启动国家公园野生大熊猫种群 与栖息地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圈养大熊猫种群 遗传多样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 两个重大联合公关课题 大熊猫国家公园已经正式设立两年了 在占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80%以上的四川 正在不断地打破种群间的孤岛现象 推进大熊猫栖息地连通成片 据野外调查表明 过去由于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破碎化孤岛化 导致大熊猫野外种群被分割成33个局域种群 其中25个种群因熊猫数量少存在灭绝风险 因此推进栖息地连通成片尤为重要 在成都龙泉一区 当地把大熊猫国家公园 与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在植树造林中 全面修复连通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 5年来 共植树造林近6万亩 区域生态自备覆盖率提升4个百分点 构建其一张 生物多样性报复的网络 保证了栖息地的完整连通 在野生大熊猫 占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 近四分之一的四川绵羊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 当地着力实施完整保护 推进栖息地连通成片 变灵为整 截至目前 区域内已规划建设了 黄土粮廊道 土地岭廊道 等多条生态廊道 恢复了包括生态廊道在内的 26.56平方公里大熊猫栖息地 野化放规是增加圈养大熊猫 遗传多样性 提升圈养大熊猫种群活力 推进野外种群 负状的重要措施 我国稳妥推进 大熊猫野化放规 负状大熊猫野外种群 我国从2012年实施 第一只大熊猫野化放规以来 截至目前 在四川境内 已形成三个野化放规地 先后成功野化放规 11只圈养大熊猫 存活9只 对进一步改善 圈养大熊猫遗传结构 和提高大熊猫遗传多样性 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全国 大概有超过70%的大熊猫 是形成了一个区域小种群 大概有33个小种群 是存在灭绝的风险 我们去做大熊猫的野化放规 就是要去很直观地 去补充这些区域小种群的数量 以达基因多样性 去负状这个小种群 负状野外种群 是保护大熊猫的终极目标 通过野化放规等措施 我国大熊猫野生种群 从20世纪80年代的1114只 增长到现在的1864只 我们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就是用无损伤取样法 在犯规地大量的收集DNA样品 证实这些大熊猫 是否已经有后代了 是否已经推动了 当地的大熊猫的小种群服装工作 这些大熊猫的小群 是否不够伤取样法 是否也不够伤取样法 是否也不够伤取样法 是否不够伤取样法 是否也不够伤取样法